9月2日皇上又有大动作 这回皇上宣布要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 我不禁纳闷呀 皇上不是说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都要搬到雄安去吗 怎么这个证券交易所 它不叫雄安证券交易所 偏偏又开在北京了呢 所以雄安被抛弃没错了 皇上一定是看我那期雄安的视频被粉红喷得太惨 所以他亲自出来为我站台 粉红们我告诉你们 揣摩圣意你们还真的不如我 在北交所这个事情上 皇上他是这么想的 北京不仅仅要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它更应该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经济中心 什么上海深圳香港通通给我靠边站 言归正传 其实中国要新开一家证券交易所的消息呢 早有传闻 皇上今年还派了一支考察队伍到香港去学习先进经验 就在三月份 路透社还就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 说中国为了吸引海外中企回流考虑新开一家证券交易所 另外也希望能够吸引大型跨国公司 比如苹果或者特斯拉 在中国开拓业务的同时也可以在中国上市 不过在我看来 吸引苹果特斯拉来中国上市不太可能 把阿里腾讯这种假外资公司叫回来才是实话 但是目前北交所只承接新三板的上市 所以这些企业的回归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铺垫 证监会表态 北交所将在新三板市场的基础上设立 北交所的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 维持新三板基础层 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 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 关于这份表态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来说明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新三板 大陆目前有两个证券交易所 一个是上交所 一个是深交所 上交所分主板和科创板 深交所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上交所因为主要承接大企业国企的上市 所以总市值仍然高于深交所 除了这几个板块以外 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新三板了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新三板挂牌 去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目前还达不到要求上主板 于是就先去新三板混一混 等企业发展达标了 将来可以有一个绿色通道转去主板 这就是新三板最大的作用了 因为新三板的投资门槛非常高 当初设定的时候最早是500万 现在虽然有所下降 但是场内还是以专业投资者和机构为主 所以整个市场很小 很少有企业在新三板选择发行股票融资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 这个比例大概也就只有10% 另外刚才提到新三板转主板有绿色通道 这里就要讲第二个知识点了 就是目前中国证券发行采用的是注册制 但是最早上交所刚刚成立的时候 可是审批制 审批制就是一家企业如果要上市 就得去找证监会要一个批文 那么这里面就会资深很多腐败的问题 相反注册制就公开透明很多了 一家企业只要达到符合上市的各项要求 你就可以去排队上市 不再需要证监会的审批 深交所成立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注册制 后来上交所迫于竞争的压力 只能取消了审批制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运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上市排队问题上 由于证监会常常开后门给某些企业插队 导致有一些早就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 排队好几年都上不了市 所以这时候很多企业就会选择先去新三板挂牌 求一个绿色通道免去排队的烦恼 再说说第三点 这一点也是皇上为什么要搞北交所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新三板市场本来就在北京 最初是为中关村设立的 但是由于北京没有证券交易所 所以一旦转板这些企业要么去了上海 要么去了深圳 就没北京什么事了 所以皇上才要搞北交所 他要把这些企业留下来 但是显然这对南边两个证券交易所不利 以后新三板转主板的IPO来源就等于完全失去了 那么除了刚才那个原因 北交所的成立对北京还会产生哪些作用呢 第一 北京将会有更多的配套金融企业 大量的券商要在北京住点 然后什么会计师事务所呀 律师事务所 还有一些专门辅导别人上市的中介机构 通通要进驻北京 金融业的爆发会让北京吸收大量的中高端外来人口 进一步改善北京的人口结构 这几年北京的低端人口已经被赶了好几波了 看来是为这些中高端人口预留了空间呢 第二 由于北京具备上海深圳所没有的政治资源 所以北京会成为外资券商的主要注册地 这两年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亮 所以未来外资在中国上市的平台一定是北交所 阿里滴滴腾讯这些巨头必然也要回到北京上市 北交所目前起步虽然说的是平移新三板精选层的业务 但是设计路线很明显对标的就是美国的纳斯达克 北交所成立以后过不了多久就一定会降低新三板精选层的投资门槛 至于什么时候完成这一系列的设计 那就看皇上的心情啦 知识科普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讲北交所会给中国金融格局带来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判断 那就是皇上的这个决定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蠢招 先讲金融格局变化 很明显在这件事情上谁最吃亏呢 当然是上交所和深交所 这俩哥们互掐了这么多年 最后被来了一个通杀 逗来逗去逗了一个寂寞 上市公司资源 金融人才资金都要被迫分流到北京 这显然对南方经济的发展不利 全国中小企业的聚集地 基本上就在南方沿海城市 北京周边整个北方优秀的中小企业都非常的少 大量的南方企业明明可以就近选择深圳或者上海去上市 结果却要被迫去北京上市 中国经济向来南强北弱 如何缩小两边的差距呢 皇上用了一个非常粗暴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直接掠夺南边的经济资源 这样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北方仍然只有北京一枝独秀 而南边的经济却不死不活 再难有生机 那么到底皇上这么做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亏了 皇上这波操作我真的笑了很久 我脑子里面一直浮现一幅画面 就是一个小学生看到一桌好吃的 然后全部倒到自己碗里 嘴上还要喊着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再来聊聊皇上要依靠北交所来扶持中小企业的想法 到底靠不靠谱呢 目前的新三版分了三个阶层 最好的企业在精选层 中间的叫创新层 最差的是基础层 北交所要搬走的是最好的 也就是精选层 能进入精选层的企业门槛稍微高一些 而普通层基本上等于没有门槛 目前中国有上万家企业挂牌了新三版 但是真正得到融资的也就大概10%左右 所以很明显对中小企业来说 主要融资方式绝对不是发行股票这种直接融资 而应该是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 所以搞新三版来支持中小企业 那就是耍耍嘴皮子 你不如直接信贷支持来的简单有效 中国的证券市场就是一个赌场 企业上市的目的都是为了割一波韭菜 然后减持套现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企业能去主板肯定去主板 去不了主板也会趁着这股东风抓紧去上新三版的竞选层 但是这些中小企业真的就是皇上想要扶持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吗 还真的不是 只要你有关系 会钻营 会包装 肯花钱贿赂 你就能成为那个去北京挂牌上市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不仅如此 很多新三版企业还能捞一波当地政府的补贴 绝对是一个捞钱的好买卖 其实皇上一直有一个心病 2015年的股灾把皇上确实吓坏了 他一下明白过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他的地盘 有些政治对手如果要对他发起政变 只要一场经济危机就能让他的皇位不保 所以北京要开证券交易所的事 还真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 早在2016年就已经有过相关报道 我相信这是皇上谋划五年的结果 他要让北交所去取代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地位 他要的是北京不只做一个北方的金融中心 而是做全国的金融中心 上海深圳都太远了 江泽民邓小平的势力已经扎根太深 他必须在北京新开炉灶 一点一点地抢走他们的生意 把资本市场的深杀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才能安心地去连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